纵观历史 每个朝代能存在多少年 可以说是无定论的 各种因素都有关系 个人的施政方针 社会大环境及后宫的稳定等等 都是考虑的因素 但是 秦国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 少有的强大的王朝 从现存的兵马俑的规模 就可以看出 当时秦国的力量那是无人能及的 但是如此强大的国家 为何在历史上只是一阵浮云般的 快速消失了 当时的秦始皇 自称一世 他希望秦朝可以绵延万事 可惜秦朝仅仅只存在了15年 说起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 许多人都把原因 归结到秦始皇暴政上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讲故事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整个秦朝在位时间最长的 莫过于秦始皇嬴政了 作为开国皇帝 他从公元前221年一直做到公元前210年 在位时间11年 这些年他开创地制 在中央实行三宫九卿 在地方上废除分封制 与此同时还有车同轨 书同文 形同轮统一度量衡的伟大举措 不仅如此在军事上 他抗击匈奴 修筑长城 在水利工程上他修筑林渠 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 铸就中国上千年的基业 还有他留下的 那匪夷所思的皇陵和兵马俑 种种历史文明 都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不过秦始皇 虽然造就了不少的壮举 可是书里也记载了 他不少非议 比如他称帝之后残酷暴虐 草菅人命 他实行严刑俊法 让百姓苦不堪言 又比如他的焚书坑儒制度 杀害了不少文人 破坏了中国很多古籍的传承和流传 还有他的大兴土木之事 劳民伤财 让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总之历史上 秦始皇并没有给人留下一个明君的印象 反而一直是被人唾弃千年之久 可秦始皇真的那么不堪吗 如今对历史的越发深入研究就会发现 倒也不见得 秦始皇种种措施 明显是功大于过 他对于百姓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压迫感 所谓焚书坑儒灭的 也只是一些封建迷信和江湖术士 至于大兴土木 建造的市长城 林渠之类的立国立民的工作 像是阿旁公根本就没有建成 不过反倒是秦二世执政时期 才是秦朝统治的崩溃时刻 他的残暴不仁 比起他老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他的无谋无才才是导致社会的暴动 民不聊生的根本 最后便引发陈胜 无广一呼百应的起义 起义到最后虽然被成功镇压 但被谋权篡位的秦二世被逼自杀 新上任的秦三世 仅仅做了46天的皇帝 也投降被杀 秦朝最后被西汉所取代了 由此可见真正的问题 是出在了秦二世这一代上 但秦二世的暴虐 是否是真正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 倒也不一定 因为与后世相比 陈胜吴广的起义规模并不算大 而且也没有造成秦朝覆灭的关键转折点 反倒是从秦二世上尉到秦三世被杀 这短短几年时间里 却藏有太多阴谋 野心和政治牺牲品 而这些才是导致秦朝 最终走向灭亡的结果 秦二世胡亥的野心和狠毒 注定他的地位做不长 秦始皇是在49岁那年 东巡途中突然暴毙身亡 否则的话秦始皇的统治时间 应该还可以更长 至于秦始皇死于何阴 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 不过可以知道的是 秦始皇过世时 齐小儿子胡亥 跟他处在同一东巡队伍中 秦始皇死后 齐小儿子胡亥和大臣赵高 开始了密谋称帝的阴谋 他们先是伪造诏书 昭告天下说 秦始皇将皇位传位于胡亥 紧接着假借先帝传圣旨 赐死他的死对头扶苏和蒙田 直接让秦朝损失了一个 才得兼备的皇子候选人 以及议员骁勇善战的大将 但胡亥的心狠手辣 还不止于此 等自己回到宫殿 坐稳皇位之后 他又开始担忧起 兄弟姐妹对自己地位的威胁 胡亥不仅杀尽了自己的兄弟 就连对没有皇位继承权的姐姐妹妹 也是一个都没有放过 甚至连姐妹所诞下的外甥 外甥女也一个都没有放过 像他这样对自己的手足同胞 都能斩草除根的 还真是世间少有 但是胡亥的无脑之处就在这里 杀尽自己的兄弟姐妹 只是为了解除眼下的威胁 可他却没有料到 等日后遇到造反之事时 身边早已没有一个 可以帮衬之人 而那个和他狼狈为奸的赵高 又岂是他可信之人 赵高一心都是为权谋私之人 他阴险狡诈 狠独如斯 在任职期间他独揽大权 结党营私 古道秦二世将争议更加繁重 行政更加磕暴 所以最终才导致天下的大乱 赵高既然能发动沙丘政变 也能第二次发动政变反了胡亥 山穷水尽的胡亥既没有亲人相助 也没有良人可求 面对赵高的咄咄逼人 只能走上了绝路 由于秦二世没有子嗣 赵高原响在扶植一个秦三世子英尚未做傀儡皇帝 至于这个秦三世和胡亥的关系史书并没有详细记载 一般都认为是逃过秦二世屠刀的侄子或者小叔叔 不过这个秦三世可不是像秦二世这样的糊涂蛋 上任之后第一件事便是灭了赵高 虽然赵高祸害能除 但先前各种暴乱和起义军依然起势 秦朝已经走向无力回天的路数 即便秦三世有心也无法再将其拉回正轨了 秦三世仅仅做了46天的皇帝 刘邦便已杀入咸阳 而后便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登场 即便紫英已经投降都难逃一死 真正赶上末日的是秦三世 由此可见才传三世的秦朝真正问题出在第二代身上 是秦二世的管理不善勿用宦官才导致秦朝的局势大变 但导致秦朝无法传承更难堪的原因应该是秦二世家族的后继无人 秦二世没有生育后代所以没办法栽培继承者 也更不必想会有庞系血亲来帮他夺回秦朝 连唯一一个秦三世都不知道 是被赵高从哪个鸡脚嘎拉找出来的 但行单行之 人丁单薄的他始终也拯救不了秦朝的结束 只能说秦二世的作害惨了整个嬴政家族 可能嬴政到死也没想到 自己打下这么大的江山被自己的儿子给毁了 他的自私不仅害了整个家族和江山 更为之后的封建王朝 敲响了警钟 一个王朝如果人丁单薄 没有后代来接班早晚都会覆灭 而一个王朝即便有了后代 没有及时好好培养 早晚也会因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被覆灭 所以我们看到之后的朝代 不管是圣堂还是大明 都在早早培养接班人 即便是仁卿这样 有关外民族建立起来的朝代 本没有立太子风俗的他们在登基之后 也开始仿照起了汉人立太子 众敌系的习惯 可想而知大家都不想重蹈覆辙 秦朝的错误 秦朝之灭亡有暴政的原因 但这里面还有更多的因素 因此不要把过错都推到秦始皇身上 如果真的要算具体责任人 还得推到秦二世身上 因为他把可以稳健解决的问题彻底引爆 根据传统每个朝代 为了巩固自己的朝政 都要诋毁秦朝一番 尤其对于秦朝 各个朝代都要乐此不疲的 指责一番秦朝的不适 所以各个史官 当然是要多多数落下秦朝的暴政 把他的灭亡归结于百姓民心所指 所以秦朝竟是封建王朝的开端 但奈何也就这样成了后世的牺牲品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